在这个时间当中让全国民众最有情绪最无法忍受的这句话呢就是他讲的 说癌症不会传染是骗人的 说出这句话的是当地的领长江万亿 他在接受中天新闻访问时多次强调 他说癌症会传染还要看什么癌 而且连总统挂保证也不行 他的激烈的这个没有科学常识的这个言论引发了舆论的围剿 这两天他神隐必不见面 但是传出他的领长植物可能将遭到撤换 癌症不会传染是骗人的啦 癌症不会传染是骗人的啦 他就是北市大安区景安里领长江万亿 为了反癌症病同中途之家 15号接受中天新闻采访时竟然扯癌症会传染 总是我觉得我怪怪的吧 为什么怪怪的 看什么癌啊 癌症不会传染是骗人的啦 你知道吗 看什么癌症啊 话越说越离谱 江万亿被网友封为天龙国领长 甚至连马总统都被他撤进去 那个小孩子他过到这边 还是干嘛要过去 还有什么病人来传染吗 对吗 你说没传染 那谁敢保证 总统保证了 也不行啦 所以你赞成吗 我反对 坚决反对病同之家 江万亿一提到癌症病同 还露出很不屑的态度 难怪犯重怒 有想孩子的教育 什么教育 比如你是小学生啊 要经过那边要去上学啊 你看啊 癌症病患住那么多 我们不要从那边 不知道会不会被传染 台大医生证实 小儿癌症不会传染 江万亿的言论 难怪被认为是 极是癌症 天底下没人想生病 如果今天是自己亲人受苦 江万亿不知道能不能 感同身受 癌症不会传染 是骗人的啦 中学李正华 林江云台北 才放报道 中学李正华